同學我們看這邊他說兄妹合力呢 提一個重物物重80公斤重 那距離哥哥1.2公尺 距離妹妹1.8公尺 達到淨力平衡 那所謂的淨力平衡就是合力為0 合力舉也為0 不移動也不轉動 那磅重可以忽略 那問我們說妹妹上體的力量是多少 那我們看一下這邊 我們可以發現他有受到三個力的作用 一個是妹妹往上的力 第二個是哥哥往上體的力 第三個是物體的重量 那我們要算妹妹的話很簡單 我們就利用哥哥這邊當支點 那利用這兩個力舉相同 槓桿原理 那妹妹這邊產生的是順時針方向力舉 那石頭這邊產生是逆時針方向力舉 利用兩邊的力舉相同 那石頭產生的逆時針方向力舉 就是他的重量 乘以他的力幣 力幣就是由這邊到哥哥這邊的距離1.2公尺 那妹妹這邊產生的力舉 就是他的力量假設是F 乘以他的力幣 好這邊注意力幣是他到哥哥的距離 就是3公尺 所以利用兩邊力舉相同 我們可以發現妹妹需要的力量 應該就是32公斤重 照額